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提到的关于《千里守单旗》这部电影的艺术评价的问题 我先想从还是文化素质的问题上来谈 是这样的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如果在山头上看了一眼战争的烟尘 就能判断双方的胜败 这叫什么 这叫军事素质 我们现在的评论家已经完全没有这种能力了 只能不断的争论滑铁炉那天早上 拿破仑的袜子和鞋带的颜色有没有搭配妥当 其实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的问题也是如此 张义谋先生的千里走单旗的核心魅力在哪里 按照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它是让世界某一个角落里边一个从来没有和儿子交流过的父亲 他们两个突然相遇在一个彻底迷失的黑夜 天牢地荒的场景象征着人类的终极状态 而两方面语言不同这是另一种更重要的象征 象征什么呢 就是人类在没有沟通的历史没有沟通的环境也没有沟通的工具的情况下 也能获得心灵的沟通 而一旦沟通一切限局条件都不再重要 因此在我看来 这部电影是一部以即时为外表的预言 这属于我在《艺术创造论》这一本书当中所说的实体象征 我说过这样的好作品历来不太多 千里走单旗也有两处艺术败笔 表层的败笔是日本儿子的那封冗长的遗书 这个大家都能看出来 不仅是华舌天族 而且违背了全具要体现的那种最高情感 无需语言的道理 当然这个败笔不是非常重要 值得重视的是那个深层的败笔 就是日本老人和中国孩子在天牢地荒出告别之后 作品就失去了向前推进的新的动力 开始批他 造成这个败笔的原因是 作品的精神高点已经越过 但是观众的情节期待 还没有满足 这种情节期待又是艺术家自己造成的 所以只能敷衍下去 其实在这里 不难营造出一个 场面性的哲理终结 这个终结就是能够让大家顿悟 一切深刻的人生都是千里走单旗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部电影根本不就 根本不存在什么善情模式 在以前哪一部作品当中能够找得出这种模式来 真不知道那些教师和批评家是怎么看戏的 如果一触及到人类的感情就算模式的话 那么请问 你们自己难道走到人类的外面去了吗 说的不错 一切深刻人生都是千里走单旗 但是年长的批评家说 中国只要万马奔鹏 不要千里单旗 年轻的批评家说 日本到云南长达三千多公里 而不只是一千里 单旗的旗字是动词 怎么用作名词都是常识错误 于是艺术家轻轻一笑 纵身一跃 骑上那匹马 扬长而去 不应该请不吝点赞 ת dang